文化產業 有要稍微有些人可以講 包括兩個動畫產業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其實不太能夠講動畫產業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產在台灣 就變成人家的一個限制堂 的那個產字 那現場其實有很多好朋友 就是台灣的動畫產業界 那 我 我 我必須承認我的眼光好像沒有把它放得那麼大 就是我在做這個時候 我的思考 沒有大到我 去用一個產業的角度去看 我比較用一個 人生的一個經歷的方式去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所謂意外的這個世界的角度去看 其實 應該 你應該在問我 那你現在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經過這個世界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也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更積極的去安排我的人生呢 還是我應該就與世無爭霸 我其實 也在思考這樣的事情 但是 不可諱言的就是 有一種 新的生命的感覺 就是因為 你有了一種可以去跟人家談死亡這件事情的特權 所以 我感覺 來吧 來講吧 我有沒有 我似乎有一種特權 那這個特權 似乎是上天的旨意 它似乎要我去 去講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 才去拿這些東西出來 那不好意思 因為它是一個AR的作品 所以可能要請各位呢 請各位呢 去使用這樣的一個裝置 就照那個 上面的指示 你可以得到這樣的裝置 那生日蛋糕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裡面的小確幸 那去遊樂場 你看到 你現在第一個蛋糕盒看到的是一個 旋轉木馬 旋轉木馬 你上去坐個一分鐘 小確幸就來了 然後第二個這個 小確幸呢 是一個 咖啡杯 旋轉的咖啡杯 要 各位可以 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 或是平板都可以試一下 那各位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手運 其實就是 我們全家人的手運 它有一種 我們每次在過生日 或是呢 每一次呢 在做這個 小小快樂的時候呢 我們每一個痕跡跟紀錄 唉唷 我真的 我現在甚至很容易滿足的人 真的 就是 小確幸 我不知道 大家對小確幸的定義是什麼 就我為 真的 就是小確幸 嗯 嗯 那個作品其實 就是一個生日蛋糕盒 那 可能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義務吧 過生日 就是要吃一個蛋糕 幫小朋友傾身一下 或者 就是要帶小朋友去遊樂園 去消磨他的體力 但是 現在這件事情 對我而言 它比較像是個小確幸 我開心 我有機會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 滿大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子 就 就是 在這兒 在這兒 可以 做小朋友 寢主 我們 都 都 魅力 都